Hello大家,经常在一些同行那边看到一些做法 就是当收到一个二手包袋之后 恨不得立刻去给它做五金的抛光 然后贴膜,边角磨损的地方给它补色 让它成为一只护理后的包袋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 这样护理后的包袋它会有哪些优缺点 其实它的优点只是相对的 只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讲的 比如说这只包袋在护理之后 它的成色看起来很新 对于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也看不太出来 它是护理后的包袋 就感觉它是一个大概九成新的包袋 相比这个包袋在刚到这个二色店的时候 它八成新的成色的话 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 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包袋有可能会出售的更快一些 所以这就是护理后包袋的其中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是对于它的新主人来讲的 这个包袋在买回去之后 比如说用了三年也好五年也好 想要护理的时候不需要送回装柜了 既然它已经是护理后的成色 已经是在第三方做过护理了 继续由第三方给它做护理就好了 这个时候呢相比专柜的护理 护理的时间周期会更短一些 护理的价格也会更少一些 所以目前优点我就想到这两点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聊一下缺点 如果我们拿到这个包袋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护理后的成色了 有可能是涂了厚厚的一层颜色在上面 那因为这些遮挡呢 我们不知道原始的包袋它的问题有哪些 不知道这样的遮盖到底遮盖了哪些瑕疵 或者是遮盖了哪些破损 到底有多少问题是被隐瞒的 第二点呢是护理后的包袋 在护理的地方和原厂的呈现 原厂的风格是有差异的 比如说像爱马仕包袋 它强调的比较多的就是它皮革的透气性 爱马仕的皮革上面的颜色 往往就是非常非常薄的一层 会看到更多的皮革的自然的呈现 那这样自然的呈现也是爱马仕皮革 好看和耐用的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二手包袋的护理重点 基本上就是边角 因为边角是比较容易磨损的地方 原来的皮革的颜色已经被磨掉了 然后加上了第三方涂上去的颜色 如果这个边角呢是非常饱满的 皮革原有的纹路不是很清晰了 那很有可能它就是一只护理后的包袋 我们在分辨的时候也会遵循这样的原则 如果只是边角的颜色护理的话 对于整体包袋的风格影响还有限 像一些box皮会看到有一些商家 会把它涂上厚厚的一层 那这个时候box皮的优势就当然无存了 它的亮度韧性都体现不出来了 第三个缺点 我们刚才在聊优点的时候也有涉及到 就是这个包袋已经失去了 专柜继续给它做售后的权利 就是如果这个包袋拿回专柜 希望专柜给它做一个维修或者给它做一些补色的话 是有概率会被工匠退回来的 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权利了 第四点呢应该说是心理层面的啊 如果是一个护理后的包袋 那我来用的话有可能会想 它之前到底遮盖了哪些问题呢 哪些部分它不是原装的呢 如果花了同样的钱购买的包袋 原始成色和非原始成色 那我拎着这个护理后的包袋 心里面还是很复杂的 我能接受原始成色的看上去有点旧的包袋 但是却没有办法接受不是原始成色的 也就是护理后的包袋 那拎着这样的包呢 我总会觉得它有一部分不是属于爱马仕的 第五点缺点就是这样护理后的包袋 在流通的时候有可能会受阻 比如说很多商家在拿到护理后的包袋的时候 给的价格都会非常非常低 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样的包袋 在售出的时候也会受阻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是很奇怪 为什么还会有人在收了一个二手包之后 会把它拿去做颜色的护理 那一些正常的清洁和上一些没有颜色的油纸 这个我是认可的 因为这些油纸呢 在逐渐的使用过程中都会挥发掉 不会影响它继续流通 也不会影响它继续享受专柜售后服务的权利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到更多的护理包袋的优缺点 听了这期之后 大家再看到这个包袋已经护理好 拿来就能用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头脑一热 就把它拿过来用了 要想一想它值不值那个价钱自己需要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包袋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